但是在這邊我們也想請教一下 就是林老闆 就是說以你在香港的經驗 這種所謂的我們稱為統戰供應鏈好了 就給他一個商業化的名稱 你在香港有接觸到這樣的統戰供應鏈嗎 那麼像做這種生意的人 他有多好賺呢 其實這個過去已經很久了 也不是現在 你比方香港現在很多議會裡面的 有一些接近中國大陸的 他們在中國大陸做很大的商議 他現在那個投票的、支持的 都是香港政府的 等於是一個利益的輸送嘛 對嗎 你在大陸有商業好 我就幫忙讓你搞 其實這個不用表明的身份 我們從他過去對中國政府的支持 香港政府那個主張 完全都是贊成的話 你要看得出 所以他背後都是很多的商業利益 在手上 所以其實差不多你打開報警 都看見的了 台灣也有一些大家都知道嘛 有些電視台、紅媒 都是其實很多大陸的資金 在後面給他們 香港也是一樣 我們也發現 香港九份的報警 只有一份是幫香港人說話的 其他都是收了錢 九分之八都是收了錢 沒辦法 他們有錢 比方以前那個書店事件 後來他就派人過去香港找一個代理人 把書店買下來 多有錢 三千萬一個位置 還有其他還不算 所以你看他控制的手段 都會通過一些利益的好處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台灣為什麼也會發生這個情況呢 其實很少人談有一個問題 它有一個叫身份的認同 你們台灣這邊也現在很多人說 兩元一家親 它不單單是有利益的 還有一個身份的認同 身份的認同其實來源於文化認同 所以被證明也是一個文化的問題 所以你探究其他後面很多問題 還沒有解決 台灣這一塊 比方我們現在看 台灣有一個叫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 對嗎 那文化這一塊有沒有處理好 沒有 所以現在才發生有一個叫身份的認同問題 對 主張他也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好了 他有這個概念 他是很自然的 參加中國大陸的 這個很少人談 我發現台灣也是 當然一個是利益的問題 一個是文化上的 身份上的 這個其實台灣也應該有注意 其實林老闆講的非常重要 因為 剛剛林老闆講到 其實在我們談統戰之前 有一個很大的命題叫 台灣人 這三個字的身份認同 那麼怎麼樣的可以叫做台灣人 你會發現 構成台灣人其實很來源非常的多 他可能是外省人 他可能是本省人 他可能是原住民 他可能是新住民 所以到底對於怎麼樣的文化認同 他建構出台灣人這三個字呢 下次我們在之後的節目裡面 會來跟各位觀眾朋友在做探討 非常感謝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 謝謝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